南投人关心南投市 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县政新闻 县长林明曾在县府原民局长史强的陪同之下 前往新一乡、新乡村 会开西纳巴兰部落连外道路 县议员全文才、乡长全志坚 村长与多位乡亲都到场聆听简报 关心工程规划方案内容 预计今年5月开始动工 两个月即可完工 呼吁民众尽量配合 西纳巴兰部落连外道路 已经20多年没有整修 部分路段路面破损严重 县长林明曾一行人 首先听取原民局工程规划简报 之后实地会看该部落连外道路 林县长表示 西纳巴兰部落连外道路 冬天的时候不会少没中药替代道路 因此将刨除重铺A西路面 再加上部分路段排水沟实色改善 道路改善工程总长1.84公里 今天我们来勘察 西纳巴兰部落连外道路 因为这个连外道路已经将近20几年都没有修复 这个路面都已经拨油 有些数字都偷掉了 路面不平 凹凸凸凸的 计划包尽快把这条连外道路重新再铺设新的 大概1.8公里长度 1.8公里 希望可以给我们新乡 这个西纳巴兰部落的连外道路更好走 它可以进出的我们的原住民 能够更好一条大路给他们来通行 议员全文才 这么关心 那在这一段时间 当然在私做的这几天 我也想说呼吁我们的乡民 可能会造成你们的不变 希望你们说尽量配合 让我们的工程进度能够尽快的完成 那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我们县长的努力 谢谢 因为我们这条道路是 我们新乡赏美必经的道路 那长起来大概近20年 没有去做一个修复 去铺设AC的一个动作 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些车辆 行车上的安全 所以今天特别谢谢我们县长 县政府团队 远民局团队 能够到现场来实地会堪 那我们也希望这条道路做好之后 能够带给我们部落 还有游客 更好的一个行车 更安全的一个 安全的一个道路 让我们赏美的一个品质能够能更好 谢谢 县府团队局表示 为了改善部落道路 积极向团队争取经费补助 今年获得团队 核定统一补助 改善工程总经费为782万元 预计今年5月当工 两个月之后即可完工 据者上天福 新一乡采访报道